中国疑似又透过疫苗外交施压台湾 我国的邦交国宏都拉斯卫生部 10号晚间透过推特宣布 将透过和我国断交不久的萨尔瓦多 向中国购买新冠疫苗 就怕中国又和宏都拉斯谈条件 恐怕让台虹之间的友邦关系出现变数 蓝营要求外交部查清楚 绿营也开炮 要是人道救援变成政治筹码 中国会被世界唾弃 对此外交部回应 已经掌握了相关情形 也坚决反对任何一方 透过疫苗破坏台虹之间的邦预 上个月总统蔡英文才录影片 庆祝台湾和宏都拉斯建交80周年 还说宏都拉斯是台湾在中美洲的 兼实友邦 时隔一个月台虹邦交 恐怕因为新冠疫苗出现变数 宏都拉斯卫生部10号晚间在推特发出两篇贴文 第一篇先感谢没有将疫情政治化的国家 包含以色列和俄罗斯都相继捐赠疫苗 第二篇看来有点敏感 文中点名2018年和我国断交的萨尔瓦多 将打破地缘政治的繁离协助他们向中国买疫苗 政府也愿意为人民付出一切购买疫苗 我想外交部也应该要去彻底的了解 这是只是单纯的疫苗购买事件 还是有后续可能的发展 如果说以人道援助来作为政治上关系的谈判筹码 我觉得这个长久以来会被国际社会所唾弃 就怕中国透过疫苗外交和宏都拉斯谈条件施压台湾 立委呼吁外交部查清楚 毕竟台湾目前包含宏都拉斯在内只剩下15个邦交国 外交部我们已经掌握相关的一个情形 国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一方 以隐含附带的方式来提供疫苗 作为破坏台湾跟宏都拉斯邦誼的一个手段 全球疫情升温疫苗各国都在抢 中国想透过疫苗外交大打外交战 怎么样巩固和宏都拉斯的邦誼也成交点 金林秋高紫耀周伟杰台北报道